大家好,我是南京老羊头 我现在的地点是在南京 今天是2021年的8月8号 我们这里一共做了5次核酸检测 我们这个区域 其他的有的区域是做了6次 我们这里做了5次以后 原来用于核酸检测的学校 进行了消毒教室 楼上楼下消毒 喷白色的雾状的消毒水 这样子就是说后面学校开学 这样子就杀菌消毒 现在靠最近的南京工人新村 原来他有一个路口机场的工作人员 他住在工人新村 然后工作人员被确诊是新冠病毒 然后工人新村被封控 只能进不能出 然后前两天工人新村 由中风险区 调整为低风险区 结果大概两三天 他是27号 7月27号工人新村 开始封控 可能要封控14天吧 不知道是多长时间 如果14天的话 那么14天以后 应该能够解除封控 里面的人就可以出来了 目前我们路口要进来的话 一个是要看苏康码 绿色的才能进来 黄色的 红色的肯定是不行的 还有就是要 落口有人要测量体温 没有发热症状的话 就可以进来了 目前南京每天的 新冠病毒确诊的病例 比较少 昨天好像是三例吧 前面几天都是每天一例 南京的这个 疫情看来看上去是控制出了 然后呢 扬州那里 就江苏扬州 那里就是说 疫情比较严重 那个是 南京江陵那里的一个 姓毛的 被称之为毛老太 他跑到扬州 那个他姐姐家 然后 这个毛老太呢 到了扬州 一些麻将馆 打麻将 打了四天麻将 而麻将馆的人呢 都没有戴这个口罩 然后呢 这个现在扬州的这个 爆发疫情 好像就说也封空了 现在扬州那个 确诊病例是270多里 超过超过南京了 南京是220多里 来扬州的疫情 比南京好像更严重一些 这个 如果啊 这个由南京路口机场 起源的这个 这波疫情呢 我觉得如果拍成电影的话 可能比这个好莱坞大片啊 还要传奇 所以呢 我做了一个电影海报 起了一个好莱坞式的那个 那个名字 电影的片名 叫空港毒影 哎 那么上面一架呢 俄罗斯的这个民航班机 哎 降落这个 南京那个路口机场 哎 然后呢 这个保洁 上飞机打扫的这个 保洁人员呢 感染了这个Delta 病毒 然后 然后 传言给了个其他人员 然后就扩展开来了 哎 我觉得如果是2020年的赫税片的话 这个电影 可能哎 嗯 你会比较受欢迎 这个我觉得好莱坞的电影 可能都哎 没有想到 这么传奇 哎 这一场这个 新冠病毒的疫情啊 影响这么广泛 哎 嗯 路口机场还有南京的相关的这个领导 路口机场的什么董事长啊 什么相关的领导 现在都 都处处处复了 哎 好的 我是南京岛羊头 谢谢大家 谢谢